司马库斯坠车13死 交通部报告全推司机 发生在上月的新竹县司马库斯中巴豆腿路坠入山谷意外 交通部调查报告最近送到立法院 初步研判意外主因是人为操作不当 才酿成13死悲剧 根据交通部报告 事故车辆倒退时 轮胎是以滚动方式下滑并无滑动现象 且现场波度约为14% 事故车去年9月通过定检 手刹车总作用力在波度16%时还能停住车辆 若驾驶正常使用手刹车 车辆应可停在上坡 研判当时驾驶在上坡起步时熄火 又未及时用手刹车才酿货 交通部也检测106辆同款车 其中98辆出测合格 5辆经保养后复测合格 因同行车刹车系统都正常 所以排除设计问题 造势原因归咎于人为因素 国民党立委罗鼠磊痛批 招策项目与现场条件差太多 交通部全推给人为因素 根本是放水草菅人命 学者也认为事故原因跟人车路都有关 交通部验车因制造现场环境 否则就会出现差异 结果令人遗憾 交通部则回应 事故原因正有检调调查中 公路总局招回测试设定的情境很多 但测试结果并不代表真正事故原因 动新闻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